上回说咱们说到 祝清宁想离开兰勇 可自己又没办法 就哭着 把自己的想法 跟师父马斯巴说 马斯巴明白 马斯巴更愿意 祝清宁离开兰勇 好吧 我给你几两银子 你呢 上清真馆叫桌席 我一会儿上你恩兄弟去 我给你辞行 你就走 师父 恩兄要不让我走怎么办 没关系 当着我的面 他不好拦你 我呢 得给他摆清楚了 让他听明白了 让他说不出话了 我当着他面跟你说 让你出去 寻访杀你父亲母亲的仇人 再说 让你一个人 在江湖上闯恋闯恋 宝杀父母之仇 他能拦你吗 清灵啊 其实你自己 也应该到外边去 瞧瞧 你想一想 大清国 可有不少 清官呐 这些文职官员 他们想做一些 立国立民的事 可是这些文职官 他们有贪 发愁的事 湛山为王 落草为寇的 朝廷是 鞭长莫及啊 他们就想请一些 侠客意识 保住他们 好 超山灭债 安抚百姓 清明啊 你出现 一来报杀父母之仇 二来闯荡闯荡 倘若你遇见 一位清官 你保了这位官员 就可以改邪归正 这就叫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啊 祝清明听完 师父说的这些话 点了点头 师父 您说的太好了 我就按您的话办 马四爷拿出 五两银子来 清明啊 去办吧 师父 行了行了 你办正经事 不就这五两银子吗 祝清明拿着这银子 出去到清真馆去教习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遇见坏事了 可碰见好人了 有好人帮忙 就能把这件事 办得平平安安的 第二天天光一亮 祝清明早上起来 把院子收拾干净了 他等着兰勇起来 给兰勇预备好了 树口水洗脸水 兰勇起来了 一看洗脸水打来的 树口水摆上了 兰勇还不理他 祝清明就看着哥哥 洗完脸 兰勇 兰勇 给倒过一杯茶 清明是满面呆笑 哥哥 您喝杯茶吧 他这么一公斤兰勇呢 兰勇也没办法 就在这时候 外边人叫门 老家人兰中出去开门去 一看是马四把 就捅着马四爷进来 兰勇一看 马四爷来了 赶紧起来 呦 四叔 您来了 说了两句客气话 马四把是满面堆欢 贤侄啊 我呢 是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今天我是受 祝清明所托 他可是个大笑隔天的人啊 再说了 父母知仇就应当报啊 俗话说得好 父兄知仇不恭待天 清明的跟我说了 他今天要跟你告假 寻找杀他父母的人 我呢 也在背地里 给他打听明白了 这两个水贼 一个叫翻江海马 一个叫滚浪江州 就在江都地面桃花岛 贤侄啊 他去报仇 你可不能拦他呀 既然你要成全 他孝子之名 有交给他把是 啊 马斯把刚说到这 蓝永刚要说不成 外边啪啪啪 有人叫门 蓝永可没好气 谁叫门呢 外边呢 是饭馆的伙计 啊 是祝清明叫的 连钱都给过了 我是饭馆的伙计 前来送菜 蓝永呢 没办法 蓝忠啊 开门去 蓝忠就把门开开了 把这伙计让进来了 把这饭菜都留下了 就打火伙计回去了 蓝忠呢 当时就把这酒菜摆好了 祝清明是一团的正企 师父 恩兄 今天我预备一桌便饭 请恩兄跟兰中上座四叔呢 也是我的师父算陪客 兰有一乐 心说哪有家人跟主人同座的道理呀 他这话还没说出来呢 祝清明就把话范接过来 恩兄 兰中是您拿钱雇的从人 要论起来呢 您是我恩兄 我是您兄弟 他呢也应该算我的福利 虽然是恩兄 您拿钱买的米面 让他做熟了 伺候咱们哥儿俩 可是十年的功夫 老人家一句怨言都没有 对待我就如同对待主人一样 所以我今天想请老哥哥上奏 哎呦老奴斗胆也不敢上座呀 马斯巴在旁边就得说话呀 你应该上座应该上座 您伺候二少爷这么多年了 还伺候祝清明这么多年 清明可没给过您一文钱呢 他今天是报答报答您 您就应该落座吃饭 哎这蓝友反倒极了 点到而已 主清明瞧着 琢磨着蓝友快吃饱了 一抱拳 恭恭敬敬给哥哥身识一礼 恩兄 您是我重生的父母 再造的爹娘 要是没有恩兄把我养大 传给我这身武艺 我焉能给我父亲母亲 报仇血汗 哥哥 小弟我报完仇之后回来 侍奉恩兄 绝不能把良心丧尽 啊 蓝友啊 听了祝清明说了这几句话 为情感所动 眼泪也下来了 得了 贤弟 你原来是四品堂堂之虎之子 在我家中都有漫代 贤弟啊 你在外边将来必能露脸呢 我也不瞒你们娘 我这一辈子是没办过什么好事 也自知伤天害理 将来脱不开大清国的王法 兄弟啊 万一哥哥我有一天出红胎 兄弟 你可别把哥哥我的尸身喂了狗 我在九泉之下就感恩费钱了 两个人说到这儿放声就哭啊 蓝友把眼泪擦了擦了 蓝忠啊 少女 拿过纸笔墨艳啊 拿过信简 哎 一会儿的工会蓝忠就给摆好了 蓝友提起笔类写了两封信 一封呢 是写给扬州府江都县扬江三套的 一封呢 是写给苏州府玉泉山凤凰领的 他知道 扬江三套大寨主杜宾 凤凰领的九头凤孙广 都喜欢祝清明 所以把这两封信写好 封上口 交给祝清明 兄弟 你拿着这两封信 你走在中途路上 如果没钱花了 你就把这两封信投到山上 你要是用个一千两八百两的 嘿 我告诉你 他们绝不能不给 你要是愿意投山入伙呢 就能在这两座山上做把交椅 再说句话 要是要是在外边不称心呢 你就回来 哥哥我给你说过 媳妇 这点家产也够你养老用 蓝勇说到这眼泪又下来 然后就把柜门打开 拿出两套衣服 一套单衣服 一套假衣服 拿出一草帽来 拿出一把扇子 又拿出一双靴子 拿出五十两银子 一个包裹瓶 还有两春现钱 兄弟 这是哥哥我给你送行的东西 多谢恩兄 马斯巴也有点腰中 掏出十两银子 清明啊 拿着 师父我 行了 别推辞了 你能拿你恩兄的 就能拿我的 这么着 明天呢 我没工夫 我也就不送你了 啊 我现在呢 就跟你告假回家 马斯巴一看 事都办成了 就得走吧 这哥俩 把马四爷送出以后 回到屋中 蓝勇呢 又把江湖上的蜜语 陆林道的规矩 行侠作义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 给祝清明讲了一遍 哥俩 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才不说话了 吃完晚饭 喝点水就睡觉 祝清明是报仇心上 到了五更天 起来了 一看哪 蓝中早就起来了 给准备好了 洗脸水 漱口水 茶都起上了 祝清明 洗脸漱口 喝了碗水 收拾东西 蓝勇起来了 先提 你这一走啊 哥哥我全明白 啊 什么也甭说了 将来兄弟 你成明之后 赶紧给我来封信 哥哥我呀 这蓝勇还真动心 因为他这一辈子就办这么一件好事 而且确实跟祝清明有了感情 祝清明没说话跪倒在地 跟恩兄辞行 蓝勇跟蓝中 主仆二人 把祝清明送出去 三个人是洒泪而别 这就应了两句谚语了 市井多少伤心事 生死离别两分开 咱不说蓝勇蓝中 主仆二人回家度日 单说祝清明 离开了九头山 购奔江北扬州府 也不过是访朋友做买卖 您瞧 什么人 他就爱找什么人 什么人 他爱交什么人的朋友 俗话说 挨着乡婆会调神 祝清明所遇到的 都是好宾棚 这天访到了桃花岛 他大听明白了 这地方真有两个水扣 一个叫翻江海马 一个叫滚浪江州 祝清明就来到了桃花山 什么时候 九月中 跟这陆林当中的朋友 一大听 这两个贼人 一个叫孙德明 一个叫孙德亮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八月十五这天夜里头 这哥俩在船上喝酒赏月 奔虐杀了 两个人头不知去向 杜清明听了之后 一跺脚 不能亲手杀仇人报仇啊 杜清明从小就发下 誓愿要给爹妈报仇 在拦拥他们家 学习武艺 跟马斯巴学习把事 这回好容易出来 就为了杀仇人 给爹妈报仇血恨 没想到 自己没动手 仇人死了 他心里着急 回到店中 他就闹了一场大病 等病好了之后 缺少盘缠 这天出去做买卖 正好遇见 闹海蛟龙孙玉堂 这两个人呢 同时做的是一号买卖 结的是不义之财 俩人没说话 等把这买卖做得了 两个人这才说话 还有其他的伙计呢 陆林人把银子一分 这哥俩呢 就剩下五千两银子 孙玉堂跟祝清明俩人一商量 一人一半吧 祝清明说哥哥 咱们俩头一回见面 我问问您 您手底有没有伙计 嗨 我手底还有哥四个 等着我吃饭 那行 五千银子 我一人到五百 我够挑肥 您哪 都拿走 孙玉堂一看这个人 好啊 轻财重义啊 就非常喜欢他 倒不是因为自己 多拿了银子 两个人一块吃饭 越聊越对劲 这样呢 就在殿房之内结为生死之交 磕头摆把兄弟的时候 祝清明就把自己的心思都说了 好 孙玉堂挑大纸赞成啊 贤弟啊 将来你一定不是 池中之物 你的志气太好 哥儿俩一块盘缓了好几天 孙玉堂呢 就回归恶服装了 祝清明在外边做了两年的买卖 生意不趁心 这天 他坐在店中就想起了蓝勇 给他这两封信 得了 干脆我到阳江三号 我去入伙吧 省得在外边做着散买卖 还得打听明白了 我觉得是不是不义之财 我一个人也够难的 这样呢 他怕自己人担事故 就来到了阳江三号 等到了阳江三号一看 在阳江三号外边 有一座望江酒楼 这酒楼 楼上楼下挺气派 可是酒楼四外呢 全都是大空厂 根本没人住 也没有商街 也没有买卖破坑 祝清明觉得有点纳闷 这么大酒楼 旁边没人住 你卖谁去 祝清明迈步来到望江酒楼门口 伙计挺客气 您楼上请 祝清明就进来 外部腾腾腾 来到楼上 可爷您请坐 祝清明落座了 伙计擦了他桌子 给七盛茶来 您吃点什么 祝清明笑了 我先不吃饭 我先问问你 你们四周围 全都是开挖呀 没有人 你们这买卖 怎么挣钱呢 嘿嘿 瞧您说的 我们这买卖 不是卖给黎民百姓的 专门卖给 洋江三套的 陆林的朋友 哦 这么说 你们是归洋江三套管了 那是 我跟你商量商量 我打算投山入伙 你能帮我办吗 行啊 请问问您 您认得我们山上哪位 我呀 有蓝二爷一封收信 蓝寨主 是啊 您贵姓啊 我呀 姓祝 叫祝清明 嘿 您瞧瞧 头一个月 蓝二爷还来过呢 还打听您的 行 我给您回避一声 那就多谢了 这伙计拿出钥匙来 开了内柜房的门 拿起一张弓来 抄起了一支箭 推开楼窗 任口填钱 公开如满月 箭出四流星 这支箭 巴打 就奔着洋江三套 舍弃 时间不大 有打卢尾之中 冲出一支小船的 船上有四名水手 一个头目 这小船就奔了 旺江九楼 伙计用手一指 祝爷您看 这个头目就是 我们山中二代主 水上飘 刘六 说着呢 这船呢 就到了岸边 伙计陪着 祝清明下了九楼 因为前三年 祝清明跟蓝有来过 刘六呢 认识祝清明 祝清明也认识刘六 两个人对作一依 然后呢 刘六就把祝清明 请上小船 船一掉头 直奔大寨 得到寨中 去拜见大寨主 迎勾待王杜宾 等祝清明 跟着刘六 进了大寨 头到寨门一瞧 里边五十名楼楼兵 一边二十五个人 各爆刀枪 等进了二道门了 祝清明一看 这个三寨主 不沉底刘七 跟楼楼兵 正在那说话 这刘七一瞧 哥哥陪着 祝清明进来了 赶紧过去十里 哥俩呢 就陪着祝清明 进三道寨门 就到大厅了 大厅头了 没有楼楼兵站岗 也没有刀枪 一边呢 一个罗架子 刘六就跟祝清明说 兄弟 看见没有 左边这个罗呀 叫中罗 右边这个罗呀 叫东罗 您看这罗 方圆够无耻 当中这儿有个大个头 要是有人 拿这罗锤一敲 这两面罗 就好像人说话似的 左边这罗呢 就说一中字 东边这罗呢 说出这字啊 就跟东字差不多 所以呢 一个叫中罗 一个叫东罗 祝清明刚进山 也不好意思打听 这两面罗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呢 三个人就走进大厅了 正当中摆着桌案 在案子旁边呢 有十几把椅子 当中间有三把金椒椅子 刘六呢 就把祝清明 让到桌子旁边落座了 有楼楼兵献上茶来 兄弟 到这儿干什么来 祝清明呢 就把蓝涌 写那封信掏出来了 求二位赏碗饭吃 我恩兄呢 让我带那封书信 把我拒荐到贵宝寨 投群入伙 行 刘六一身手 把这封信接过来了 其实啊 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也不能说不认识字啊 得了 兄弟 我也不看了 这不是 蓝大哥让你入伙吗 告诉你 杜贤弟 要论说贤弟你来 就应该让你 做这头把交椅 给我一结 这山寨啊 不由我们哥俩做主 样样都得听 大寨主杜彬的 朱清明到心里口凉气 他呢 不明为杨江三套 到底是怎么回事